這首歌叫城堡 他就是在講說 我剛剛講說我是那個嘛 獨生女 然後我小時候因為沒有玩伴 然後我就 很常玩一個遊戲就是 把那個沙發 我們家沙發是一塊一塊平成的 然後我就把它拆掉 然後再把它堆堆堆堆成一個洞這樣 然後還有一個門這樣 就是 反正就是一個我的堡壘 然後我就會躲進去 而且還是有隔間 就有牆壁這樣 所以 那個我 我爸媽都看不到我在裡面的幹嘛這樣 然後我就在裡面 做很多事情 譬如說 想像 想像一些 好玩的事或者是 自言自語 就跟自己對話這樣 或者是 就只是發呆之類的 然後藏一些玩具啊什麼什麼 然後難得有 譬如說堂弟妹或是朋友來家裡玩的時候 就 就一起堆在裡面這樣 反正那變成我的 我的 我童年很多很多的 一些思考或者是 累積的東西都是 在那個 那個城堡裡面誕生的 所以我覺得我現在 會寫這樣的歌 然後會 會做這樣的事情可能 也就是 因為小時候 在那個裡面 在那個城堡裡面 有了一些啟發 或者怎麼樣 總而言之 它是我的一個 童年的記憶 然後那首歌是 對我來講很重要的一首歌曲 那 在專輯裡面呢 它還是 配置最龐大的一首歌 這我把我家裡聽得到 好啦 好 下一首歌曲 這首歌 這首歌叫太陽 多麼希望能成為一顆完美的太陽 在你冰冷房間的窗口 用力發光 下雨過後 我為你喚醒你門後的土壤 就讓小小的種子 慢慢發芽 在你寂寞的心房 就讓零食的翅膀 慢慢轟乾 在你沉重的悲傷 就讓迷茫的雙眼 慢慢看見 大大的藍色的天 就讓我用全部的自己 為你發光 為你發光 當你的太陽 在你身上 在你身上 薪水的天氣 在你身上 在你身上 那些人 在你身上 在你身上 就让小小的种子慢慢发芽 在你寂寞的心房 就让临时的翅膀 慢慢红干在你沉重的悲伤 就让迷茫的双眼 慢慢看见大大的蓝色的天 就让我用全部的自己 为你发光 当你的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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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全部不收起來 所以你要趕快靠近一下 但後面還是沒有日空車的陣營 不過報告現場已經破了白了